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餘 健康之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收聽自然了發與你 今集有阿Sam為大家做節目主持 今集也有我們一直以來的嘉賓 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你好 Sam 今集我們會解答聽眾的問題 我們都很多來信 我們都盡快幫我們的聽眾解答他的詢問的問題 看看今次有什麼問題 事不宜遲 我們先讀第一封 這位聽眾叫Andy Wong 他在2009年開始聽袁醫生和周紹祥的錄音 發覺對身心靈上也很有幫助 之後還開始盡量少去吃肉和買有機產品 他在未來都會嘗試做這個全素食 甚至乎這個Vegan的 即是連蛋奶都不吃 在2010年他試過果汁斷食 由那天開始每個月都做三天的斷食 還學了手療和冥想 覺得這些東西很有用 為什麼呢 因為他以前在2005、2007、2008年 每年都會有兩次的肺炎和肢氣管炎的發作 他現在就沒有再有這樣的情況 還有他開始飲用這個3%的食物級的雙飲水 但是就不太知道其實要下多少 他現在延時的容量每天都落10滴 即是10滴這個食物級的雙飲水 落去有機果汁喝喝 或者落去那些水浪口 因為他有牙周病 他又想問一下現在的容量夠不夠呢 可不可以建議一下呢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位聽眾的太太想學同類療法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方法 什麼途徑可以學到 又可不可以遙距殼呢 那袁醫生可不可以假答一下聽眾的問題呢 我相信如果在紐西蘭生活的人 都會發現其實紐西蘭很多這些有機食品 在那個自然醫療 在紐西蘭來說是發展得非常之好 所以這位聽眾都有機會採用到這方面的工具 很明顯大家都可以看到 由這位Andy的經驗 其實他只不過用一些很簡單的飲食方法 還有用一些所謂斷食 斷食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讓身體有一個休息的機會 有一個心理上的 Physiological Resting 其實斷食就讓身體進入一個所謂休息 養生養病的狀態 身體有機會去調理了 你看到那個效果很明顯 他每年都是呼吸系統、肺炎、肺炎 每年都兩次 自從採取了這些簡單的方法 他這個問題已經控制了 大家都知道 在中醫經常說醫食同源 在西方的醫療叫做自然醫療 醫療說食物是最好的藥物 其實大家不要小看 其實身生性症 如果我們懂得善用食物的自然工具 其實我們很多問題都可以應人而解 至於雙氧水的服食量 其實我們有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大家如果真的上網去查 其實很多的方法已經解釋得很清楚 但最重要是知道 我們用的是一種叫做Food Grade 即是食物級的 我們知道在食物裏面 我們中國人、香港人 接觸了很多白雲豬手 很多的食物是很白淨的 其實全部都是用過雙氧水 經過漂白的 雙氧水本身有撇白作用 牙醫也會用雙氧水 幫病人進行牙齒漂白 雙氧水也是一種非常安全有效的消毒器皿 有很多食物的容器 之前都用雙氧水來做消毒 因為雙氧水本身是有入口的 我們身體抗生素之能治疾病 其實都是抗生素刺激白血球 產生雙氧水 最終雙氧水是對付這些毒病菌 所以雙氧水是很重要的 非常有效的工具 至於分量多少呢 都是根據自己身體的需要 誰知道需要多少呢 其實這位朋友也做得不錯 例如幾滴幾度加 加到十滴 例如一杯加十滴 如果他覺得十滴足夠的話 十滴足夠分量 有些人會加到他覺得有種作悶 有種惡心作悶 即是身體是足夠的 有些人會停留在那個階段 例如你加到十二滴 就開始出現這種作悶的感覺 你就不要加了 或者減一滴 維持一段時間 再需要再加 或者到某程度上 他用十滴 每次一杯用十滴 其實都足夠了 因為雙氧水有少少刺激胃 有些人會加一些蘆薈汁 即是這位朋友已經開始用一些果汁 用一些水果汁 有些人會加上蘆薈汁 明白 亦都聽到他說 他有一個所謂牙周的問題 其實牙周的問題很普遍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有的 很多人的年紀大 牙齒慢慢脫落 主要原因不是鑄牙 令牙脫落 主要是因為牙周病 令牙鬆下來 或者裡面有一些牙瘡 導致牙齒慢慢脫落 一個有效的方法 就是用什麼呢 用3%的food grade 雙氧水 混合梳打粉 可能少少梳打粉 一茶匙 滴一些雙氧水 做到一個糊 一個paste 用來做刷牙 做牙膏的用 這個可以對牙齒 可以潔淨牙齒 和幫助牙肉的問題 所以這位朋友 或者聽眾 大家都可以嘗試一下 如果覺得有牙周的問題 不妨用梳打粉 如果能夠去藥房 買到一些 我叫做pharmaceutical grade 就比較順一點 再混合一些雙氧水 可能半茶 一茶匙 就可以了 就來做擦牙 這樣用 那袁先生 我想問到一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聽眾 可能想知道 雙氧水 其實是應該 吃東西前 還是吃東西後 或者多久 去服用呢 通常用這種雙氧水 最好都是空肚用的 因為如果不然 你有食物在胃裏面 雙氧水很快 就被食物裡面化解了 如果大家有機會 例如你買一瓶3%雙氧水 你試試將雙氧水 直接滴入食物裡面 你會看到很多泡沫 泡沫 泡沫 走出來 所以用雙氧水 其實吸收得好 一般來說 都是儘量在空肚吃 空肚的意思是 飯前一小時 或者一半小時 或者飯後一小時 這個就叫做空肚 就是飯餐之間 如果採用這個方法 我想這樣就比較好一點 效果會好一點 有什麼反應都好 都容易感覺到 至於她的太太說 她對同學療法很有興趣 她也希望將來有機會學得到 她問問我們有沒有 涵受過程 其實同學療法 我以前也和大家分享過 是屬於第三大醫療 也屬於黃室醫療 因為英國王族 包括英國女王的家族 維多利亞女王以來 一直都有同學療法 作為她家庭的乳醫 所以你看到 一般她們的身體很好 黃太后過八歲 你可以看到 她們的處理方法 都很多用同學療法 當然 同學療法 既然是全世界第三大醫療 也有75個國家 有同學療法註冊的醫生 但學校方面 在西方國家不多 但其實紐西蘭也有 我知道紐西蘭 也有同學療法的學校 當然不是一個大規模 可能都是一兩個老師 或者一個老師 自己開班授套 我覺得你不妨嘗試 在紐西蘭的黃頁 或者在網上搜尋 我想都會找到 是否有完美學校 或是否有完美學校 或是否有完美學校 在紐西蘭 我相信 我所知道是有的 是肯定有的 亦都不需要用到所謂的銜售 銜售的課程 其實我不太認識 因為我自己都沒有什麼機會 在這方面去研究過 所以哪些好哪些不好 我就真的講不到 這方面我暫時講不到 或是有機會 我這方面去探討一下 可以給一些準確的資料 但是紐西蘭 我知道是有同學療法的學校 我相信這位聽眾 可以先去紐西蘭 他可能在附近 如果他在大城市裡 可能已經有學校存在 是這樣的 好 麻煩你現身解答 這位聽眾的問題 下一封來信 就是由Walton Chan 他是住在加拿大的 因為這個節目是網上的關係 他又有機會聽到這個節目 覺得很有用 還有希望未來 可以學到更加多 關於自然療法的知識 好了 他就有一個都幾急的問題 希望河先生可以幫幫忙 他有一個朋友 是白種人 有這個遺孫倒流的情況發生 每當他有這個壓力的時候 就會覺得 好像有人在固著頸 固著好像窒息 他都問過他的家庭醫生 但都未有一個方法可以幫到他 只是叫他放鬆 還有希望他身體可以自己處理 他現在的情況就是 吃不到東西 因為吃東西的時候 每當每次吃東西的時候 都會有遺孫倒流的情況發生 他到現在已經沒有了20磅 也挺嚴重的 而且他經常覺得很沮喪 想問一下河醫生 有沒有方法可以幫到他 或者建議他做些什麼 你聽他的聚術病況 似乎不是一般性的遺孫倒流 因為河醫生很多人都會有 如果不是太嚴重 一般人都企圖 吃了東西之後 就不要躺平 甚至乎把那張床 那個床底 那個頭部那份 就把床高一點 很簡單 令胃液不要向後 睡覺的時候 流去上邊 意思到 胃液是有很多黏膜保護著的 但食度是沒有的 不會那麼多 所以如果胃酸的鹽酸在胃裡 是可以揉到鐵的 整個鐵燈都可以揉到 所以胃酸是很厲害的 差不多1和2之間是很酸的 所以如果胃裡 因為有足夠黏膜保護著 我們就可以容納到這些胃酸 但當我們的黏膜 開始退化或者退蝕了 很多都會出現胃潰瘍 但如果這些酸是因為 某種原因 是穀上去 穀上去 穀上去 很明顯 穀上去 穀上去穀上去 穀上去 穀上去穀上去 也會試過 或是方便其他聽眾 可能有相似的問題 一般來說 飯後盡量不要睡得那麼平 或是食物方面 食得慢一點 胃酸反錯 都是因為消化問題 如果食物太急 消化不好 食物不足夠 食物在胃裡就會發酵 發酵就會有氣 將胃液的物質 穀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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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消化是很完整 基本上 就不會有這種 穀液 穀上去 穀上去 所以慢慢地 每一口食物 嘴唇起碼五十次 咬到自己 變成糊 你不用吞 是真的 吃了食物 一邊咬 咬到最後 不用吞 之下 已經流失了食道 即是 你已經徹底 將食物咬到碎 變成液體 你這樣做法 第一 口腔裡的口水是鹼性 你會有很多鹼性 幫助食物 首先幫助食物消化 尤其是 澱粉質的食物 我要鹼性環境消化 所以澱粉質的食物 應該在口裡含得久 有時看見 沙粉仔 經常覺得沙粉仔 吃得慢吞吞 吃飯 含飯 怪責小朋友 其實這個不好 因為飯的食物 需要口裡消化 原來如此 如果你有這樣的食習慣 將食物徹底咬 嘴唇五十次 你才慢慢吞 這方面的情況 都會有改善 還有因為消化問題 有時候 我們可以建議 用一些梳打粉 梳打粉 本身也是幫助我們消化 也幫助中和我們的胃酸 當然外面有很多抗酸藥 抗酸藥的長遠來說 多數都是越吃越差 但原來發現 我們身體的梳打粉 不只是出現抗酸的作用 梳打粉本身 也是我們身體的消化 那個梅界 我們根本是用梳打水 來消化的 就不只是用來抗酸的 所以可以嘗試一下 吃了食物的時候 就喝了梳打水 或者一茶匙 所以用梳打粉混水 在某程度上 都可以幫得到 另外一個簡單的工具 我在網上看到 有個作者 一生都是受困這個問題 結果他就研究了一套方法 出了成本書 但他也提出了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大家不妨如果有這個問題 就嘗試試一試 那是什麼呢 他每天淋飯之前 就吃一隻蘋果 吃一隻Red Delicious Apple 這個是最普通的 一般的超市 大部分蘋果 都是屬於Red Delicious Apple 即是紅色的蘋果 紅色的蘋果 那你就連皮吃 當然把皮洗乾淨 那些粒洗乾淨之後 慢慢嘴咀 這個作者說 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工具 大家不妨試一試 除此之外 防親遇到的問題 很難解決 最終最終在我的診所裡 我最後都會採用同類療法 在加拿大有同類療法醫生 不妨你去嘗試 例如在多倫多也好 或者大城市 我相信一定有同類療法醫生 但同類療法醫生 一定要找一個經驗足 以及醫術精 因為同類療法可以這樣說 用的人都很多 但精的人其實很少 但如果同類療法用得精 其實可以說 什麼鬼疑難雜症都可以醫得到 但用得不精 很多病都好像效果好到欠佳 有些人因此放棄了 同類療法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治療工具 如果這位朋友不妨建議一下 你去網站看看 一定有同類療法醫生在那裡 可以嘗試一下 最後用同類療法這個方法 在我的診所來說 我基本上最終最終的治療工具 最靠得住 其實我都會用同類療法 當然很多工具自己可以先嘗試一下 看看我所講解的幾種方法 不妨先試一下 暫時 如果你未找到同類療法醫生 就嘗試用那個 Red Delicious Apple 每晚吃一個 記住 遮到睡 看看這方面有沒有改善 好的 好多謝完醫生解答 這位聽眾的問題 希望可以幫到你了 現在再下一封來訊 好了 這位聽眾就是吳小姐 她想問一下關節炎怎樣醫 還有她說你的節目很好聽 現在每天都追回之前的錄音 叫我們努力 大家都被西醫蒙騙了 謝謝袁醫生 她說的是哪一方面的關節炎 她是說膝蓋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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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位朋友 她說的資料 其實不是太多 不是太舊 你只能說病名 我只能夠解釋給你聽 通常我們醫治關節炎的方法 其實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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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其中最後 我都會用同類療法 簡單來說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般性的關節炎 我有很多天然工具 包括食物的方法 包括特別的營養補充劑 包括一些草藥 其實都大部分情況之下 都可以足夠有效地 控制了這個關節炎的問題 膝蓋關節炎大部分 我們都叫做骨質性的關節炎 叫做Osteoarthritis 骨質性關節炎 叫做Osteoarthritis 第二種叫做雷鋒濕的關節炎 叫做Rheumatoid arthritis 第三種叫做Galty arthritis 即是痛風性 和尿酸有關 這位朋友所說的 因為病位是膝蓋 我們叫做有負荷重力的地方 叫做Weight bearing的關節 通常是骨質性關節炎 比較多些 我們會用有效的草藥、營養素 我亦都有外敷的方法 一會兒我會詳細一點 我跟著幾集 我就會講關節炎 即是整體性的關節炎 不只是膝蓋 是怎樣處理 因為始終患關節的人 是非常之多的 在美國來說 差不多百分之二十的成年人 都有關節炎 現在預測到2030年 美國人的關節炎 差不多有七千萬人有關節炎 可以這樣說 是不斷增長的 所以很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關節炎這個問題 我們應該如何處理 我們亦都有一個工具 我們叫做一種蘇聯的太空科技 我們叫做太空小寧晶 這也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工具 通常是一種電子的協調方法 和身體的自律神經系統來推動它 增加我們身體的免疫能力 和處理疾病的能力 這是另一種電子工具 我都經常採用於關節炎方面 或者任何部位的關節炎 非常之有效 最終最終呢 當我遇到一個問題 是很難解決或者很長久的 我覺得很多這些工具 都是幫助宣援的 有時候未必根治得那麼徹底 最後我會用同類療法 同類療法當然 我們同類療法療劑下 處理關節有很多 要對症下陽 其實要視乎每個人的狀態配搭 這就是我們在公司的診所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我們會用這些工具 來處理關節炎 最後我都想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整體去討論一下 關節炎這方面的問題 剛才大家分享過 關節炎差不多是成年人 百分之二十的人都會有的 一般人遇到這些關節炎 去一般的西醫 通常他都說 這個都是身體老化 一個衰老的現象 通常他會給他一些消炎藥的 或者有些叫COX-II inhibitor COX-II inhibitor 其實是一種藥 代替了阿時不靈 因為阿時不靈 吃了之後 很多時候會導致胃出血 或者胃潰藥 COX-II inhibitor 這種新的藥 原意是可以代替阿時不靈 因為它不會有阿時不靈 這一類的副作用 不會胃出血 但最後最後 就用開刀 把整個關節換掉 可以這樣說 院時西醫的方法 都是大不了一樣 用消炎藥 COX-II inhibitor 這些藥 才處理了 但最終 到最後 都是用開刀 整個關節換掉 很多時候 你知道這些方法 問題很多 有些消炎藥 例如吃消炎藥 消炎藥 其中有一種叫做 Acetomanophane Acetomanophane 中文的翻譯 翻譯都不太有幫助 對月光鮮肌份 Acetomanophane 我相信Acetomanophane 很多人都知道 而且很多消炎藥 最近發現 副作用比過去想像中嚴重 對肝的傷害 比以前更加嚴重 它知道有問題 但不知道肝的傷害問題 非常嚴重 Coxetomanophane 這種藥 我最緊要知道 長遠的應用 已經開始發現 會增加心臟病發 很多人因為吃這種藥 心臟病死亡 多了很多 以及中風 任何的亞時不靈藥 都會導致內部出血 胃出血 腸內腸出血 或者視力出現問題 所以這些方法 都是很多副作用 好了 最終西醫院說 不定的時候 不要緊 我們幫他開刀 換了關節 當然這些手術 都有很多的危險 簡單來說 在手術期間 可能會有些 cephalococcus 可能會受到感染 或者在麻醉方面 麻醉藥都有副作用 也可能出現之後 你選到關節 即是這種假的關節 和真的關節 是很不同的 很多時候 跟著 就經常 關節可能會脫掉 甚至乎 關節周圍的肌肉 是受到破壞的 可以這樣說 開刀其實都不是一個真正 最完善的解決方法 但始終 現時的西醫得利 講來講 都是用來這一類的問題 但最大的問題 就是這些消炎藥 所謂關節炎的藥物 其實最大的問題 其實它會加速 我們關節的退化 是的 雖然表面上 是幫你禁止痛症 但它底子裡 就會加速 我們的身體的退化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身體有很多 維修的組織 譬如軟骨 那些軟組織 這些藥物 基本上是可以妨礙這些組織的 所以吃這些藥物 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 十年八年之後 根本那個關節已經退化到 骨臟骨 基本上他們以為 沒什麼辦法 一定要用開刀的方法 早期我都以為 如果你走西醫那一套 最後都是靠開刀 但開刀始終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 但現在我們發現 就算去到那個階段 我們已經有些 比較高科技的工具 都可以幫你重新 維修你的關節 這些工具 我知道在中國的軍方醫院 都會有這些高科技存在 但一般人就不會知道 德國也有這些高科技 大部份都是用一些 接近的所謂幹細胞 這類的治療 或者是將你那個軟骨移植 它有一種叫做Trophoblast cell 一種屬於所謂叫做 初型的細胞 身體會幫助身體重新軟骨 所以用西醫那一套 其實都有其他方法 但當然一般西醫都未必知道 有這些工具存在 但最終我想跟大家分享 當然是用一些自然的方法 至少自然的方法 不會有這類的副作用 可以將這個問題 可以說是徹底安全地解決 當然工具是很多的 不是兩三下的手法可以解決 因為始終人是比較複雜 我們要處理工具很多 所以我們跟著幾集以來 我就會跟大家詳細一步一步分析 或者我們可以先休息一會 因為將來的資料很多 大家可以留意收聽 好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再繼續自然療法與你 綠創意健康店 好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自然療法與你 袁醫生會繼續為大家分享 如何去醫治關節炎 袁醫生 首先我要了解 其實關節炎不是一個急性的問題 通常需要很多十炎、二十炎 慢慢的症狀慢慢的 一路一路的嚴重化 關節炎其實可以說是甚麼導致 其實有三個主要因素 第一個是和遺傳有關 有些人有天生性的關節 是比較容易退化的 第二就是我們身體發炎的化學程序 出現問題 一個information 的chemistry 第三就是和我們的環境 這三個是主要因素 當然在遺傳方面 只不過告訴你 你有這樣的弱點 還有它會不會出現 快出現、慢出現 都很視乎我們的所謂後天的因素 最主要是骨質性關節炎 是一個我們叫molecular disease 即是跟我們身體的分子 是很大的關係 不是我們一般人經常說 一種退化這麼簡單 即是有些人年紀大一大 都一點都不退化 是的 所以就不要說 因為遇到醫生 你年紀這麼大 一定是這樣的 其實不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我要了解到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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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 一個chemical 一個information 一個 一個發炎 那方面 那有什麼機制呢 那麼我們的 親體呢 就有一些 叫做Cytokime 一種 一種的物質 那這種物質呢 英文叫做interleukin-1 還有 Tumor Necrosine Factor Alpha 就是TNFA 那這些物質呢 是會融化 我們的身體那些 發炎之下 是融化我們身體的關節 那就是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處理 都是說這些這樣的物質呢 我們身體如何控制到它 所以這個是主要是化學方面的現象 那環境方面 當然啦 如果你是受傷 跌傷 撞傷 那當然 那當然呢 那個牢蠢也是一個因素 尤其是你的身體是很肥胖 那或者那個運動那方面 可能是重複性的運動 譬如很多人喜歡做馬拉松那些 那些跑步 其實到某種程度上 對我們的關節 都是有影響的 是的 還有我們吃的方面 譬如有很多的 吃的那些藥物 那些有害的那些西藥 食煙 還有環境的毒素 最重要是你的飲食習慣 所以那個環境因素 是很視乎你的飲食習慣 明白 那整個過程呢 我都說呢 其實就是跟我們那個 那個身體的那個炎症有關的 那有些炎症呢 就會令到我們身體抗炎那種物質呢 是加強的 那很多時候呢 跟我們那個那個 這個主系和那個食物 那好了 那我們講的 處理這些這樣的炎症呢 其實身體呢 很多的病呢 都是跟我們的身體那個 那個發炎有關的 不是只是那個關節問題 我們身體大部分的病呢 在某個程度上呢 都是跟我們的炎症有關 所以我們就要想辦法 去盡量去做一些事情 那當然呢 有些人說 我們怎麼知道我們的 有沒有關節炎的問題呢 那有些什麼的跡象呢 那簡單來說呢 就是如果你發現呢 你的身體好像 感覺到好像老化 好像這樣說 哎呀我老了 那因為你經常這樣說自己呢 那很大機會呢 你真的有這些關節炎的症狀 所以不要說那麼多 你之後都起床的時候呢 你年輕的時候呢 就一聲就 扎起床就去的 對不對 那到年紀大一點的時候呢 你起床都是緩慢了一些的 都很僵緊的 或者坐下了一格起床呢 背部又痛一下 又硬到死的 那如果你看到你扭轉身去看東西 駕駛的時候 你會發現呢 哇扭是很辛苦的 亦都休息不到後面的 那又中痛啊西痛啊 這些都可以這樣說 是一種關節炎的跡象 那我的身體其實要動動 如果你的身體不動 任何的人呢 動物呢 動物呢 我們不動動呢 其實我們是開始死亡的了 所以能不能夠動動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身體一定是保持 那個不同程度的動動呢 我們身體呢 才可以呢 是一種抗衰老的那個方法 嗯明白 那我首先要做一件事呢 我們呢 就要將我們 用那些所謂的消炎藥呢 一定要把它去改掉 嗯 因為我們有很多些 不是藥物的那些 那些消炎的工具很多的 嗯 或者是止痛的工具呢 亦都很多的 它們不單止呢 就是有效呢 其實可以這樣說呢 效果呢 是不會差得過 現在我們常用的那些 那些一般的西藥呢 還有最好呢 它是沒有副作用 我就跟大家講過了 其實很多這些西藥呢 表面雖然是幫你可以止痛啊 可以那個止炎啊 但是最終最終呢 它會加速你的身體的關節 退化的速度的 所以最終來說呢 你反而你什麼藥都不用呢 你熬得更久的 你用這些藥呢 其實是令它更加加速的 好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有什麼簡單的工具呢 可以幫你減輕痛楚啦 那第一個呢 就是白樓樹皮了 白樓樹皮 大家都知道呢 其實阿士北寧的前身呢 就是白樓樹皮 哦 1897年呢 那個 德國的一間很大的藥廠呢 其實呢 就把這個 白樓樹皮呢 裡面的那個物質 是抽出來呢 就製成一種藥 那這種aceto salicylic acid呢 那其實呢 就是阿士北寧來的 那它只不過 將天然的樓樹皮裡面的物質呢 是抽出來呢 將它造成這些這樣的合成物呢 就出現了我們所謂的阿士北寧了 哦 那你知道啦 這個阿士北寧的藥呢 是可以歷史上呢 是最長銷的藥 那巴尼這間公司呢 是賺了很多很多錢的 嗯 但是當然呢 我們慢慢知道呢 阿士北寧很多嚴重的 和危險的副作用 包括那個繪洋 和那個胃腸道呢 是出血的 那麼很多人呢 都是死在這種突然之間的出血的 每年美國呢 差不多有幾千人呢 每年呢 因為吃這些這些 這類的藥物 阿士北寧這類的藥物呢 是代表內部呢 是不受控制地出血呢 而死亡的 每年呢 起碼有幾千 我好像知道 整個有兩萬人 那樣的 所以呢 你就不需要用這些方法了 你用那個白樓樹皮 那有時候呢 有些健康店都買得到的 它可能用那些粒的Tablet 或者用膠囊裝 或者用那些滴劑都有的 好了 那除了這個白樓樹皮 有另外的草藥呢 我們叫做Devil's Claw 可以說魔鬼爪 那種樹的樣子 真的好像一個爪 那樣子是很恐怖的 不是說很漂亮的那種 那種的樹枝 那樣子都看起來 好像魔鬼爪 那這種叫Devil's Claw 那種植椎那方面的關節炎 或者常期那些背脊痛 是很有效的 那這個藥呢 其實在英國 在歐洲 我叫做Commission E 在德國的Commission E 就等於我們美國的FDA 食物藥物管理局 那其實在這裡 Commission E 都已經是正式 就已經是接受了 這隻草藥的 那有一個研究 在德國的大學 University of Freiburg 在德國做了一個六個禮拜的實驗 那他發現呢 這個Devil's Claw 這個草藥呢 是跟我們 當日 即是目前一個常用的消炎藥呢 就叫做Viox 大家可能都聽過了 因為最近呢 Viox出現很多問題 那他發現呢 六個禮拜的比較呢 用那個Devil's Claw 它那個輸減的背脊痛呢 差不多呢 是可以減 即是更好過Viox的 還有呢 輸減呢 六個禮拜呢 可以輸減一半 痛了可以減一半呢 是完全是沒有副作用的 那法國的那些研究人員呢 都發現了 在這個藥呢 對那個 那個膝蓋 好像聽眾所說的膝蓋 寬關節呢 都有下可以減輕的痛楚呢 還有呢 是非常之好的 那麼 也都 Level's Claw 就不會影響我們那個 那個 血那個 那個 那個 血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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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就有些人呢 那些所謂的薄血藥呢 都不需要一個 一個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麼 除了這個之外呢 那麼大家喜歡吃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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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紅椒粉呢 是被製造一些這樣的膏藥的 是 很普遍的 這個歷史都很長的了 那麼有時候呢 他會用這些這樣的紅椒粉呢 就作為一個膏藥呢 是塗在那個 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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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呢 通常呢 我就用一些 0.075%的 Capsi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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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成分那個 那個 要0.075% 是 那麼呢 每天呢 就塗茶大概一至四次度 那這裏呢 就會幫助 當你一發作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的 好了 另外印度呢 有一種草藥呢 叫做 Boswellia Serrata Boswellia Serrata 也都是一個印度醫療 用了很久的了 那麼2008年呢 那麼 那麼 加州大學在 Davis Campus那裏呢 那裏呢 那裏呢 做了這個的研究呢 發現呢 他長期的那個效果呢 是非常之安全 還有沒有任何的 的副作用的 那麼 那麼當然 這個呢 不用問阿桂啦 因為印度的醫生呢 用了成數以千 數以百言 幾百言 都用到這樣的工具 那麼只不過呢 文明的醫學呢 就很多時候呢 又要重新做些研究 那麼 那麼另外一個研究呢 是一個 Aphritis Research and Therapy 這個一個醫學雜誌呢 有關於關節炎治療的 醫學雜誌呢 都發現呢 他被一班 有骨質性的關節炎 包括有痛楚 僵硬 以及行動 是有局限 他發現呢 吃了一個禮拜左右 症狀已經改善了 嗯 另外一個呢 研究呢 是用在膝蓋的關節炎 那麼他發現呢 使用三百三十三個毫克 每日呢 那麼他們的用家呢 病人呢 就就報告呢 就說他那個膝蓋痛減了 以及行動多了 還有呢 可以走得快一點的 那麼 就比一些呢 沒有用的人呢 是更加好的 那麼所以呢 那麼他有些人問 那麼到底這個草藥呢 就是最新的研究呢 就是有沒有了解 他到底那個效果在哪裏呢 那麼發言呢 Boswillia呢 是可以呢 控制我們的炎症 那為什麼控制炎症呢 他就可以呢 就是 阻止一種物質 叫做Leucotrion 或者白三希的組合 是 Leucotrion 的Synthesis 因為Leucotrion 是可以說呢 是我們推動我們身體的發炎 那麼所以 這個Boswillia呢 其實呢 是可以呢 是阻擋這種 這樣的白三希的合成的 那麼 發言呢 他的那個幫助呢 不單止是骨質性關節炎呢 類風濕性關節炎呢 都是有幫助的 那麼如果大家在市面上 找這些工具呢 要找這些工具呢 他的成份呢 起碼百分之六十呢 是有Boswillic Acid 就是這個主要的有效成份的 那就是不要有些 是成份很低的 那麼起碼有六十個巴仙 Boswillic Acid 的成份 那麼用量呢 就是用三百到四百個毫克 一二三次去用呢 那麼你很多時候呢 你都會看到這個效果的 那麼如果用涂茶的方法呢 那麼差不多 所以我們叫POPCORN SIZE 就是的份量呢 塗到皮膚那裏 每四個六個小時去用 那都是可以 就是非常之有效的 那麼 那麼除了這個呢 那麼有些新的工具呢 這個也是一個最近 在U.C. Irvine 這個效射做的 這個叫做 SAME SAME SAM是Stand for什麼呢 是S-Adenosine L-Mephionine 是 那麼這個字呢 就很長的 所以就簡寫 就說 SAME SAME 這樣 那麼 那麼 這裏是 加州的Irvine 就做過一個實驗 就比較另外一種 關節炎的藥 新的叫做COX-II 那這個叫做Cerebrex 那Cerebrex 這個比較 那發現呢 它減痛 還有那個幫助那個 那個關節那個活動的功能呢 是差不多呢 是跟那些Cerebrex 很貴 很皇貴的Cerebrex 都更加有效的 那麼 那麼在歐洲醫生呢 其實用這個方法 已經用了很多炎 在骨質性關節炎 鋁膚質性關節炎 那麼最近Cerebrex 被發現呢 是因為那個副作用呢 令到很多人心臟病發死亡很多的 所以這隻藥呢 最近已經差不多都停進了的 那麼另外有十一個研究 是臨床的研究呢 那麼比較呢 叫做Ibuprofen 和其他抗炎藥呢 都發現呢 它有效得來 是沒有這個這樣的副作用的 那麼好了 那麼Cerebrex的其實是什麼物質呢 其實Cerebrex的這種物質呢 只要一向在我們身體已經存在了 那麼 那不是一個外來的物質 我們身體一向都會有的 那麼如果要的效果呢 通常呢 是一個禮拜已經見效的 那麼如果要增強這個Cerebrex的工具呢 如果我們同時呢 就再加一些維他命 加一些維他命B B雜 或者B雜100mg 每日吃 那麼再加1200mg的毫克 Cerebrex的 那麼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我們UC的那個加州大學呢 研究呢 所用的那個份量來的 那麼但Cerebrex的好處呢 如果幫助一些人呢 是情緒低落 是抑鬱症的 那麼Cerebrex的呢 也有幫助的 那麼當處理那個Depression 抑鬱症呢 那份量是1600mg 是 每日每日的份量 那樣的 那麼發現呢 這個的物質呢 Cerebrex的呢 可以增加我們腦裏面的 化學物質呢 就是它的血清素 和Dopamine 那樣呢 我們叫做 就是令到我們感覺良好的化學物質 來的 叫做Feel Good Chemical 但是呢 我們購買這個物質呢 第一要認清楚 它是一個 我們叫做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或者USP Grade的 就是那個質素要好些 那還有呢 因為CME 就是不可以切粗陽光的 那所以你買的時候呢 最好買的那些是個別的 用石子包住的 那就可以保護陽光 就沒有那麼容易壞的 那CME其中一個主要 那另外一個工具呢 叫做MSM MSM呢 可以舒緩一種自然的 就是含有硫磺的物質 可以減輕我們關節炎的退化呢 可以減輕的痛呢 可以減輕到百分之八十的 那這個硫磺的成份呢 在很多蔬菜呀 水果呀 肉類呀 還有穀類都有的 那當然啦 在我們那個 即是作為一個補充劑呢 它的份量一定多很多的 那現在究竟哪裡來的呢 就是UCLA了 那個加州的醫學院 UCLA的醫學院呢 那他就發現呢 有些骨質性關節炎 那些病人呢 如果服用MSM呢 在六個禮拜之內呢 他那個痛楚呢 是減輕了百分之八十 而完全不會有這些 這樣的副作用的 那其中呢 在美國的 所謂癌症的那個 那個基金會 那個Foundation呢 那他就做了一個呢 叫做Pilot Project 是 那他在2006年做的 那他發現呢 如果每天呢 服食六千mg 的MSM呢 他呢 可以將那個 身體的那個 活動能力啊 會增強 會減低痛楚 是完全不會有副作用的 那如果大家要嘗試的時候呢 是慢慢地用一下 是 最初呢 就用300mg一日 那就是 和食物一起用 就沒有風土食 那慢慢地加 加到呢 就5000mg一日 那就是這樣做了 那你那時候呢 有些人呢 可能要用10mg 就是沒有問題的 總之是慢慢地加下去 明白 然後呢 連食物去用 那樣就會減低 有些腸胃的不適 那除了這個的營養素之外呢 再和大家介紹另一個呢 就叫做ASU了 那ASU呢 其實英文呢 叫做Avocado Soyabean Unsupportifiable 那Avocado 你知道啦 牛油果啦 那Soyabean 你知道啦 是那個黃豆啦 那其實是裡面的成份來的 那通常呢 要用的份量呢 就是大概300mg 每日用這樣的 那原來這種的物質ASU呢 是會幫助我們軟骨的維修呢 以及減慢我們軟骨的退化的 那你會有些人說 跟食物那方面做不做得到呢 那食物其實都要吃很大量的 那所以呢 一般來說呢 都是盡量用這些製成品 會幫助大一點的 但是這個服食這個ASU呢 是需要時間 需要耐性 因為很多時候呢 差不多要成六個星期呢 才見到明顯的效果 那所以很多時候呢 就不要太過心急 那有些人說 吃了之後不吃會怎樣啊 那根據這個研究呢 就算你停止了吃之後呢 你那個改善的情況呢 可以持續八個星期的 就是你當你吃了八個星期的有效 你停止了之後呢 那個有效的那個情況呢 是繼續會有八個星期的 那那安不安全呢 可以這樣說呢 非常之安全的 那那法國那個政府呢 亦都做過這方面的研究呢 那那就是在追蹤這個物質 差不多十五年來呢 他那個他那個紀錄上呢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所以呢 他的安全度呢 是已經是已經證實了的了 那但是呢 記住呢 這個是用一個補充劑的份量去做 好了 另外一個工具呢 叫做Pycnogeno 那這個其實有了很久的了 香港的市面 我都經常都見過的 那其實這個Pycnogeno 是一種一種蟲樹皮裡面的 一種蟲樹皮的抽取物 一種extran 一種蟲樹皮精的 那可以減輕我們關節痛楚 和那個僵緊的程度 那我們有成差不多呢 有成二百個臨床的研究的 有成二百個以上的 那發現呢 他的那個效果是非常之 已經證實了的了 那其中有兩個 一個近年的實驗 那發現呢 骨質性關節炎的病人呢 如果他服用這個Pycnogeno 吃它三個月左右 他發現呢 他那個改善那個痛楚減低 和僵緊的程度減低 減減了成百分之五十五的 那你可以看到呢 其實這些工具呢 其實是很有效的 那這個Pycnogeno呢 除了關節炎之外呢 它有其他的好處 要去減低我們那個LDL 即我們那個低濃度的膽固醇 即是不好的脂肪 還有提高我們HDL 提高濃度的膽固醇 那這個也是一種保護我們的心臟 那就是說呢 對付我們的膽固醇方面呢 它也有幫助的 它也會減輕我們身體的血壓 也會減低我們的血型結 這個危險 那這兩樣東西呢 都會導致我們 然後增加我們心臟病的危機 那你能看到呢 那這方面呢 就是那個效果呢 原來是 除了關節之外 那原來呢 他對那些 二型的糖尿病 就是糖分 成二型的糖尿病 其實一樣都是有幫助的 那最後呢 最近發現呢 原來呢 他幫助一些 那些叫做Jetlet 那些時差的問題 你知香港人呢 經常都要去歐洲啊 去美國啊 來到原來辦公也好 玩也好 那很多時候出現一個 時差的問題的 那所以呢 原來這個Pygnogeno 是都有幫助的 你可以看到啦 關節啦 那個血管的問題啦 那個高血壓的問題啦 心臟問題啦 糖尿病問題啦 Jetlet 都幫助的 那還有一個 最後或者和大家再分享 其實工具很多 我只不過呢 盡量去講啦 我們知道那個Pynapple啦 Pynapple呢 是有些酵素的 Bromaline 那這種酵素呢 是一種呢 是可以幫助我們 消化蛋白質的酵素的 是 有很多很多研究呢 酵素呢 是一種消炎的工具來的 那在馬利蘭大學 那個 Medical Center 醫療中心呢 也都做過研究呢 發現這個Bromaline 這種酵素呢 就會減低我們那個 那個雷風濕關節炎那種 那個痛楚呢 那可能呢 那效果呢 就是 比如 比那個 那個 NZ Ibuprofen 這種NZ 這種非雷固醇的酵素呢 是對付那個 骨質性的膠關節炎呢 效果一樣那麼好的 嗯 我們知道呢 Bromaline 這個主要的成分呢 就有一種 即是 溶化蛋白質的酵素的 那就可以呢 是一種很好的 消炎的作用的 是 但當然 服食的時候呢 就記住 就要兇肚吃了 因為記住 酵素呢 是幫助你消化的 那如果你是 跟食物一起吃的時候呢 這種這樣的 那個 就是 那個 Pineapple 這種的酵素呢 可能呢 用了幫你消化你的食物 就沒有幫你去消炎 這個問題 那所以呢 儘量呢 這個工具呢 儘量呢 儘量呢 大概500個毫克 到2000個毫克 那一日 飯餐之間 服食 明白 好了 今集時間又到了 很感謝袁醫生 跟我們分享了那麼多 關於關節炎的問題 的資料 那樣 相信各位聽眾 跟我一樣都學了很多東西 其實呢 既然呢 我們有那麼多 自然一點的 天然一點的方法 可以用 可以那麼有效治療到我們的病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用一些 那麼危險 那麼多苦作用的方法呢 好了 拜拜 好 下次見 H-E-A-L-I-N-G-dot-com-dot-h-k 字幕臣 owned